这一讲我要带你去德农馆一层的700号房间 去看那幅著名的美杜莎之法 如果你曾经在卢浮宫看见过这幅画 第一反应估计是太惨了 太压抑了 这幅画非常的大 高近5米 长7米多 画面的主体是一只木筏 上面有十几个奄奄一息的平民 有的还在挣扎 有的却已经死了 你想象一下 当你站在画前 就像身处在那个场景之中 尸体横在你面前 浪花不停地冲着你打过来 还有那些人痛苦地哭喊 就在你耳边 这幅画真的让人不忍心再继续看下去 这个画面描绘的到底是什么呢 是宗教故事 还是历史事件 都不是 这幅画描绘的是法国19世纪的一场真实海难 它就像是一部非常写实的新闻纪录片 要知道在当时 这样的现实灾难题材进入绘画 可是非常前卫和罕见的 所以这幅画可以被看作一个分界点 从艺术的角度来说 它开创了法国的浪漫主义画派 从内容的角度去看 这幅画很容易唤起人们心中的不忍之心 而这也恰好是我这一讲要说的法国关键词 博爱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这幅画的背景吧 1816年 法王洛伊什巴派了一群人 撑着一艘叫美杜沙的军舰去殖民塞内加尔 国王亲自任命的船长肖马雷是一位贵族 也是造成整个海难的罪魁祸首 因为在那之前他已经有20多年没出过海了 由于肖马雷的指挥不当 美杜沙号遇难 救生船的数量根本就装不下所有人 于是船长下令 让贵族们先登上救生船 随后将剩下的近150个平民 全部扔在了一张临时做的木筏上 这张木筏就是洗礼科所画的美杜沙之法 等过了13天 美杜沙之法被救起来的时候 上面只剩下了15个人 90%的人都已经死了 你永远无法想象 木筏上的那些平民所经历的事情 由于缺乏食物 才到了第三天 就有人开始啃食尸体 后来的救援者曾亲眼看见 在木筏的尾杆上 还挂着晒干的人肉 至于那些生了重病的人 他们会被马上放弃 直接扔进海里喂雨 但有更多的人 是直接被这种情况给逼疯了 他们自己选择去跳海自杀 这场可怕的海难 在当时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 船长萧马雷是被送上法庭受审的 但因为他有国王的庇护 判刑非常的轻 当时才27岁的法国画家洗礼科 被这场海难深深的触动到了 于是他用了一年半的时间 画出了这幅剧作美杜沙之法 洗礼科将这场海难最为残忍的那一面 直接展现在了画布上 画里没有女神 也没有贵族 只有悲惨的平民 其实洗礼科的目标很明确 就是要通过画作来揭露皇室的丑闻 从而在社会上引起轰动 他觉得唯有这样做 才能为那些遇难者讨回公道 也难怪洗礼科会这样想 因为这样的人间惨剧 恐怕任何文字的表达都是苍白无力的 更何况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 照相机还没有被发明出来 绘画是为数不多的平面视觉表达方式 通常他会被挂在教堂里来表现神的威严 富人们也会用他来给自己画肖像 但却从来没有一幅绘画 是被用来呈现如此残酷的现实题材 上一讲的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 那幅画尺寸超级大 但这可以理解 毕竟画的是皇帝加冕的辉煌时刻 而洗礼科的这个灾难镜头 也大胆地采用了大尺寸 为的就是在气势上一下子能压倒观众 刚才我说了 这幅画长有7米多 宽也有近5米 这完全就是灾难电影的尺度 当时的人恐怕从来都没有见过 如此大的灾难画面 不光是尺寸大 这幅画的色调也很暗 整个画面都是中色调 大海是浅灰色的 而被风掀死的海浪 洗礼科几乎用的就是黑色 另外天空上还布满了黑压压的乌云 在海上漂泊的木筏 占据了主画面 画里那微弱的光源 基本都集中在了尸体上 因为洗礼科他想要将你的视线 一下子就拉到最为残忍的地方 直击你的内心 其实就光前面所说的这些描绘 只能说这幅画 很好地揭露了这场海难的黑暗面 但他还够不上博爱这个大主题 而这幅画他的超越之处 就在于画面定格的场景 洗礼科并没有直接去描绘人吃人 或者是美杜莎之法最终获救的场景 他选了一个很特殊的时刻 那就是木筏在海上漂了13天之后 远处忽然出现了一条小船 大家开始拼命求救的那一幕 洗礼科将希望来临时 每个人的不同反应 都非常逼真的描绘了出来 并将所有的人物 安排成一个完美的金字塔结构 在前景里 是一堆很躺着的尸体 姿势都极其扭曲 甚至还有被吃掉一半的尸块 非常的血腥 位于中间的 则是那些已经完全绝望的人 他们只是呆坐在那里 眼神很空 但在他们后面 就是一群求生欲很强的人了 他们都在向远处的小船 挥舞着衣服 有一个黑人甚至爬上了木桶 在拼命地呼救 洗礼科特意将人物 从近到远这样安排 为的是表现出那种 从死到生的转变 以及从绝望到希望的过程 这就让整个画面 变得非常有震撼力 因为它能完全触摸得到观众的内心 让他们感同身受 而这也恰恰是我想让你在这幅画里 关注博爱这个关键词的原因 因为在我看来 唯有画家对木筏上所有的平民 都怀着一颗博爱之心 才有可能画出如此震撼人心的画面 法语的博爱这个词叫Fradernite 它来自拉丁文 词根是兄弟 指的就是把所有人 当成兄弟一样来对待 今天的法国 自由 平等 博爱 这三个词是连在一起说的 但事实上 博爱这个词 在法国大革命中被当作口号 要比自由和平等更晚一些 差不多要到雅各宾派当政的那个时期 而习里科就恰好出生于这一时期 所以说 他的成长经历 跟博爱这一思想 在法国的传播 是完全同步的 而且 雅各宾派认为 相比自由和平等 博爱更是一种革命 所具有的神圣使命和义务 这样你也就更能理解 习里科当时画这幅作品的时候 是怀着一种使命感的 当然 也唯有把船上所有的平民 都看作跟自己的兄弟一样 才会产生这样的使命感 在这里顺便说一句 画出自由引导人民的德拉克罗瓦 其实是习里科的好朋友 据说他第一次看见这幅画的时候 就被完全点燃了 回家的时候 他一路都在狂奔 而且他之后的绘画风格 也是受到这幅画很大影响的 当时有位学者 在看完美杜莎之法后 他就说了一句 其实我们每个人 都在这张木法上 这句话真的是一语中定 因为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今天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 或许某一天也会轮到你 也正因如此 人类的同情心和同理心 有时甚至会跨越种族 阶级和文化 成为连接每个人的精神纽带 尤其是法国 博爱这种精神 在这个国家 是有着极其深远影响的 即便是在今天 他饱受难民问题的困扰 甚至遭遇了恐怖袭击 但在法国普通民众的心里 博爱仍是一种 最为基本和重要的价值观 好 美杜莎之法就说到这里了 我来给你总结一下 首先这一讲 我们讲到了博爱这个关键词 它的核心 其实就是人类的同情心和同理心 这一点 相信我们所有人都很容易理解 美杜莎之法所描绘的 是法国19世纪的一场真实海难 习里科怀着对遇难平民的同情之心 用艺术的方式来描绘灾难 唤起了所有观赏者的不忍之心 第二 这幅画也是浪漫主义风格的作品 在画里 习里科画出了彻底的绝望 但也描绘了希望的微光 你在看画的时候 也请不要忽略这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